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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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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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小唐 我扶你 没事 小唐 好好的怎么会摔了呢 英姐 你有没有看着她 主婶 你别担心 小唐下部会有事的 医生 我女儿怎么样 我太太怎么样 大人就没什么问题 那孩子呢 孩子就保不住了 英姐 你听我说 小唐菜跟曾家园是有问题的 怀孕这么大的事 首先不是通知你 是通知另一个男人 理论上你是孩子的爸爸 刚结婚就搞成这个样子 他根本不是真心地嫁给你啊 他心里只有一个曾家园 好了 别再说了 英姐 别再说了 让我安静一下 英姐 我们的孩子没有了 我很难够 你呢 你连一句假话 骗我的话都不说 你根本就不想要这个孩子 不是啊 我想跟你说的 可是没有机会 你没机会跟我说 你却有机会跟别的男人说 我们是夫妻呀 为什么有事要瞒着我呢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你答应嫁给我 我以为你觉得 我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但原来不是 你最爱的始终是曾家园 你对他感情始终没有放下 是不是 原来我一直是个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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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 Kang 杰似你 以来你在和派 dedi 你 是个傻瓜 让我看看 你不要怪我 大帝怎么了 我刚刚才知道 小唐蔡还喜欢我 可是不代表我不喜欢你 如果我不这么自私 如果我不拖泥带水 而潇洒地离开你 小唐蔡就不会嫁给一个 她根本不喜欢的人呢 那你认为 如果当初你成全我和小唐蔡在一起 我们会有幸福 你知道我最爱的是谁吗 你们一定会有幸福的 因为我知道 你不会伤害小唐蔡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们总是喜欢 把事情藏在心里头 有什么就说出来 我觉得我根本就不应该回来 而且根本就不应该开始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我回妈咪家去救 要走了应该是我 你们俩都终于愿意割爱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怎么办 我两个人都没有 我来说 太谢谢你们了 别客气了 应该的 她的精神好多了 怎么样 有点不舒服吗 这汤 是我老婆特地给小汤菜煮的 现在她的身体呢 一定要好好补补猜行 刚才医生来过了 说过两天她就可以出院了 是吗 是啊 这就好了 那你看这么多人都在关心你 现在呢 什么都别想好好地休息 你这么年轻 以后呢 想生多少都行 是 是啊 你还是想以后生了孩子 你爸爸能不能看他们吧 你姐呢 她没来过吗 没看见她 发生什么事啊大哥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行动电话没人接 也没回家 原来老大那打呼声 真的很厉害 简直就像恐龙在叫 那不是像侏罗纪公园 简直是侏罗纪 昨天呢 搞得我跟志伦都睡不着觉 连念一生都不要他了 说是非啊 没有 没有 开玩笑 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不是说是非 对对对 过来吃完做事了啊 好 好 喂 志祺 你不是说不请非用了吗 应该空了一个房间啊 是啊 那老大可以去你那儿住了 好 神经 念医生 你别着算啊 念医生 吃饭呢 是啊 快 下去喝杯东西 不去了 我是来给你送电话的 行 没电了 没电了 念医生 你知道老大打呼声啊 有多厉害呀 我们真是受不了了 你什么时候把他接回去了 喂 是啊 妈 好 谢谢了 拜拜 什么事 老大 我妈打电话来 说在医院看到王英年 在找的弟弟王英杰 但是找不到 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们是警察 请问你是不是王英杰先生 王英杰是我弟弟 不是王英年 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我们警方 在飞蛾山边 找到了一辆轿车 我们怀疑是被偷的 所以我们根据汽车的 登记资料找到这儿 请问你 王英杰先生在不在 先生 他是东西家属 是他大哥 阿三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 快点去找啊 王先生 您冷静一点 你这么激动 对找你弟弟没好处的 我已经很冷静了 我很不满意 你们的工作态度 我们自己找 师兄 什么事 怎么这么多人 他自己花钱请的 有钱人是这样的 走吧 根据这名警员所说 王英年自己请了 潘山拯救队去帮忙 加上他自己 还有其他探员 人数已经不少了 这次搜索行动 已经花了两个小时 但是仍然没有发现 现在天色已经开始黑了 相信搜索行动 将会更加困难 王英年是本港某大连锁零食店的老板 而失踪者王英杰也是一位出名的律师 最巧合的是 最近警方在大博山边 发现的白骨案 原来就是失踪了七年的王英杰的前妻 究竟王英杰的失踪 与他的前妻的事是巧合 还是别有内情 似乎整件事都蒙上了神秘的气氛 你这么有正义感 也不怕坏人 当警察最合适你了 才跟你聊了几句 也不用给我戴这么高的帽子吧 你们两个偷偷偷去吃大夹鲜 哎呀我快被你们给气死了 哎呀不要抓了 你们两个都要忌口才行啊 够诚意了吧 嫁给我吧 你们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了 来 你给我吧 咱们下来 我 PLE 咱们 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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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杰 哥 快到这边来 哥 殷杰 哥 你别动啊 殷杰 在这里啊 过来 殷杰 你别动 你别怕 殷杰 他们来了 你别怕 大概在二十分钟之前 警方连同拯救队 在这个山坡后面 终于找到了失踪了一天的王殷杰 我们看到王殷杰是清醒的 表面上看来有一点点擦伤 而这里的山势非常险要 拯救队要花很长的时间 才可以到达拯救王殷杰的地方 你干什么 老爸 刚才新闻报告说 殷杰被人找到了 我考虑过还是不放心 我想去看他 你冷静一下 不行啊 我真的想去看殷杰 爸爸明白你的心情 但是现在你的身体这么湿弱 我支持得住啊 殷杰到底在哪一家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还没有好啊 不要跑来跑去啊 老爸 行了 那我现在去看殷杰 看他怎么样了啊 然后叫他来看你 好不好 不要啊 他刚被人救回来 让他多休息休息吧 别叫他来看我了 行了 爸爸心里有数 你没事真是急震天下 我担心死了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大哥 我想 你听大哥的话 留下来观察一下好不好 殷杰 好在你还没走啊 爸爸 你没事了吧 让大家担心真不好意思啊 我倒没什么啊 难为了小唐啊 睡在医院里担心死了 要不是大家劝他 他咋就飞过来看你了 爸爸 哎呀 那个是你老婆呀 如果你没有事啊 就赶快去看看他啊 好 哎 殷杰 先作业 先作业了 我跟你说过来留院观察一下嘛 你非要出院 不行 我找林医生给你检查一下 不用了 大哥 医生给我开了药了 回家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你不用急着去看小唐 我昨天见过他了 没什么的 你现在的样子还不如他呢 你回家休息一晚 明天再见他吧 你相信老婆 明天再他一回到家 一直睡到今天早上 他现在精神好一点吗 很好啊 我有时候有一点头晕 那他一会儿来不来看我 他刚回到家 我想他睡一会儿啊 晚一点就回来看你的 喂 小唐 我在 你不要胡思乱想好啊 爸爸现在去做物理治疗 回头就回来看你了啊 嗯 怎么样 今天精神不错吗 护士啊 我现在可不可以出院 不可以要医生天字批准 才可以出院 护士啊 您让我出去一个钟头 我会准时回来的 你这样子我很为难的 一会儿医生寻房的时候 你自己跟他说好了 谢谢大普道 二一六号 好啊 喔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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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了 好啊 好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唐 小唐 爸爸 小唐呢 我一个钟头以前打电话给她 她还在医院 我跟她说 我做完物理治疗马上来看她 到哪儿去了 一定是回家找你去了 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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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会不会没回来啊 英姐 英 爸爸 早上英姐去深圳给小唐买补品去了 不会这么早回来的 小唐会不会回来找不到我们又回医院了呢 对呀 我是706号房的病人蔡小唐的爸爸 对呀 请问她有没有回来啊 谢谢你啊 怎么样 没回去 还没有 喂 关老爷 关老爷啊 你快点叫老大搬回自己家住吧 再这么吵下去啊 我们快要精神分裂了 我们今儿连饭也吃不下了 齐哥 你们两个混蛋千万别打我主意啊 你们想害我啊 齐哥 大都是兄弟嘛 喂 没有 喂 没了 听到这儿啊你 喂 杨仲美的案子有什么进展 没有 还没有啊 喂 市长 喂 怎么了 新建同事 在海边发现一句女事 那又怎么样了 可能是小唐才 没有 我 怎么 香港 无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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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世修都在 怎么会是他 是那边的情侣发现 看到了在水里 志伦 娘替威 没事吧 有事 我给你放心 你坐 有什么发现 还有体温 死了不超过三个冲头 脸部有一些擦伤 只是皮肉伤 身上没有任何明显的致命伤痕 从外边看来 很可能是淹死的 但要进一步解剖 才可以确定死因 他怎么会在这里出事呢 吓得啊 吓得啊 周叔 周叔 吓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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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会倾骨流血 吓得啊 你是不是有花药跟我说 是不是有花药跟爸爸说呀 丛叔 你冷静一点 其实 因为尸体在水里泡了几个钟头 力章开始腐烂 产生气体 离开水面之后 温度会加快腐烂的速度 同时 尸体里面的压力未必得到释放 所以 湿水会在尸体里面 被推向眼耳口鼻的地方 造成气孔流血的现象 不会的 小汤一定冤屈 小汤 你为什么留下爸爸一个人自己走啊 忠叔 别这么伤心 要小心自己的身体 我知道 你是不是第一个发现小汤才失踪呢 当时静人 我三点钟到医院去看他 他已经不见了 忽实说 一个钟头之前他还在 我想应该是两点多吧 严子 我希望你能体谅我们现在的心情 我不想现在就入客宫 那你们先回去吧 回头我再找你们 好 中处以后怎么办呢 我一定会长个清清楚楚 芝伦 你没事吧 当我们工作 少了一颗钻石 刚才被人纠缠的时候弄掉的 表面没有致命伤痕 不过额头有一道血痕 应该是擦伤的 伤口没有任何乌鸡 咦 这人给我一个钳子 头发上有一根水槽 应该是属于发现尸体现场的 伤口没有致命伤痕 伤口が是属于 婚伤的 简直到 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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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海水应该有微生物 可是它肺里的水却没有啊 那是什么水啊 要进一步化验才能确定 周叔 节哀顺便别难过了 人死不能复生 如果小唐菜知道你这么难过 他会很担心 是啊 你身体还没好 如果你心情不好 也会影响身体 你要看开一点 你们有心了 会照顾我自己的 但是小唐人这么好 怎么会 怎么会无缘无故淹死的 你别想这么多了 就让家园帮你去查好了 是啊 小唐菜的身后事 我们会帮你的忙 尊丝 老婆 老婆 来看众书 是啊 我没什么了 你来干什么 来录口供 希望大家记得什么 尽量告诉我们 你们任何线索 都会影响到我们破案 今天你无缘无故 为什么会去深圳 二少奶奶小产 我想去深圳买点药材回来 等二少奶奶出院的时候 我熬汤给她补身子了 等我黄昏回来的时候 才知道她已经死掉了 你是几点钟打电话 给小唐菜的 一点钟左右 我还跟她说 我做完物理治疗就去看她 那你几点钟去到医院 我记得是三点钟 还碰见英姐 但是小唐菜就不在那 于是我就回家找她 回家也不见她 今天早上 我像平常一样 吃完早餐就回公司 我还送英姐去火车站呢 你整天在公司 没出去过 有 午饭的时候 我去过银行 接着再也没出去过了 直到英姐打电话来 告诉我小唐出事了 做人真是难以预料 那个护士说小唐想出院 我和爸爸以为他会回家 我们开车回来 大概是下午三点半 但是没有看到小唐 打电话回医院 医院说他没回来 有一点我不明白 你说你三点钟开车离开医院 回到这里是三点半 用了三十分钟是不是 但是为什么你去医院 看小唐菜是一点十五出门口 但是三点钟才到医院 足足用了一小时四十五分钟 相差一小时十五分钟 是这样的 今天是我前妻的生计 我知道志伦在安堂 替他安了个领位 所以我去拜了他 才到医院去了 有没有人看见你 我不知道 你看清楚 是不是那位小姐 是啊是啊 我认识他 你肯听 我想起来了 之前我送过一个人 去医院看急诊 那个时候 大概是下午一点多 那个人下车之后 没多久 这位小姐就很着急地上我的车 叫我送他去大补道 你送他去了大补道之后 有没有看见其他的人 或特别的事情 没什么 接着我就空车走了 谢谢你 如果有需要 我们会再联络你 谢谢你 和乐 师兄麻烦你 谢谢 老大 跟你司机所说 小唐菜真的回过家 但是钟叔三代拜回去 又没看见他 后来被发现在海里淹死了 这是为什么 易医生 志伦 易医生 你们有什么发现 我们还要把证物 送到法证科化研 你们那边有什么进展 我们证实了 小唐菜两点钟 确实回过家 都留了不到一小时就走了 有没有医生 王爷姐呢 他永远不带少证据 他说他一点十五分 离开了家 先去拜祭你姐姐 然后再去干小唐菜 三点钟的时候 才到医院 认证的 我母问过 没人见过他 他居然利用我姐姐 这个禽兽 杀死我姐姐跟小唐菜 曾祖你还不抓他 志伦 你先别这么偏激 我们抓人 要有确实的证据 志伦 志伦拿来的 是啊 他没约你上街吗 喂 你这么鸡婆 这么着实 这么有空啊 来 我就罚你化验三份证据 喂 为什么 开玩笑的 那我验头发和纤维 你验水草和指甲吧 那也差不多 小唐菜身上的植物样本 证实了是海里生长的水草 还有几个男人的头发 男人的头发 他坐过计程车回过家里 粘到头发并不奇怪 但是头发是在 小唐菜支架里找到的 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小唐菜的支架里 还有一些白色的羊毛纤维 大概能跟凶手纠缠过 上次谈问王英杰 他就是穿了一件 白色的羊毛背心 化验报告说 小唐菜肺里面的积水 没有微生物 也就是说不是海水 而且有陆气 他遇害的地点 可能是游泳池 王英杰的家里游泳池啊 对啊 去找他 郑四儿 郑四儿 朱硕 我们要在这座房子里面 搜查有关小唐菜案件的证物 这是搜查令 开始 业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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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意思 是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初步怀疑小唐菜 不是死在海边 是被人遗失的 我只能透露这么多 你看看 好像是写计 这位是小唐菜的 那边好像有样东西 钻石 老大 我们在泳池边的草地上 找到一棵钻石 应该是小唐菜的 我们还发现 泳池旁边有一滩血迹 很可能是小唐的 老大 是不是这边 你要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 为什么 可能你跟小唐菜的死有关 应监 你 我 我没有伤小唐啊 我弟弟不会杀人的 不如你清白的就不怕跟我们回去 你这个坏蛋 喂 住手 我没有啊 住手 你别嫁我 我不认你爸爸 住手稳静点 我看错了你了 把他带回去 爷子 我没有啊 二少爷 走啊 应监 二少爷 二少爷 没有啊 我没有杀我老婆 小唐菜的指甲里面 有你羊毛背心的纤维 这你怎么解释啊 这是很普通的羊毛背心啊 可能那个凶手刚才也穿了一件 不会这么巧吧 小唐菜肺里的水 还有在你家泳池找到的那颗钻石 足可以证明 小唐菜是在你家遇害的 但是你说你当时去拜计杨志美 可是根本没人证明你在那儿 你一点一刻在家里 小唐菜两点钟回来 你们发生争执 接着你把她推下泳池 我没有啊 我干吗要杀小唐菜 为什么 为什么 七年前 你以为你老婆与人通奸 所以你杀了她 七年后的今天 你误会小唐菜还喜欢我 所以你要把她杀了 我承认我妒忌过你 但是七年前 我没有杀过我老婆 今天我也没有杀过小唐 如果你们要告我 把证据拿出来 我有你眼睛呢 怎么样 她私也不承认 竟然还给我们头发去化验D.A. 可是曾经法庞部化验 你们来继续 不要放松 好 行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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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吗这么开心啊 还开香槟庆祝啊 这个月甜品店赚钱了 当然要庆祝了 真的啊 谢谢 那真的值得庆祝了啊 来来来 干杯 干杯 我跟哥哥算过了 虽然赚的不是很多 但是怎么样还是赚了 所以决定今天晚上吃饭庆祝 外婆说她吃日本料理 你没有兴趣啊 小心你的钱包啊 天明 没关系 大家只要开心就行了 是不是听哲有份啊 当然了 叫家园一起去吧 是啊 家园好像很久没来了 曾子是不是还在查 小唐菜的案子啊 是啊 那件案子还是没有进展啊 他们怀疑殷杰是凶手 王律师杀死了他太太 不会吧 他不像是那种人 是啊 曾子他们有没有掌握什么证据啊 我不知道 我在小唐菜身上 找到了两种证物 已经交给了法证科 两种证物 嗯 是不是你少收了一种啊 真是可大可小 关活人命啊 不是 我们交收得很清楚 你们放心吧 小唐菜真可怜 希望这个案子 能早日水落石出 哇 有四种证物啊 这是伦拿来的 是啊 那我验头发和纤维 你验水草和指甲吧 天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要不是我在宁医生那里听到 他只找到两种证物 我根本不知道 你暗中做过什么 在小唐菜身上 根本没有王英杰的头发 还有他的毛衣纤维 全部都是你放进去的 对不对 对 你怎么那么笨呢 这张嫁祸是刑事罪呀 宁医生 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冲动 做出这种傻事 罗恩杰杀了我姐姐跟小唐菜 我不能让他想要法外 我不管他有没有杀人 你绝不应该再让嫁祸 你这么做是自毁前途 你知道吗 只要能控告他 我不介意做任何事 你敢说你这么做 一点私心都没有 你是恨他抢了你的义中人 你这么做太傻了 你知不知道 是 我是傻 我傻得跟他假息真做 假装跟他恋爱 骗死所有的人 但是我不收了这些 他嫁活给王英杰 你跟小唐菜是假扮情侣 是 我跟他假扮情侣 目里就让你跟曾思尔和好 小唐菜被你吸收了这么多 为什么你不能帮帮他 做一件小事 就能把凶手抓回来 绝对不能顾些王英杰的 你知不知道 是 我们是要替小唐菜做点事 可是要用的方法 是要正当的 小唐菜本身也是一个执法者 他绝对不会赞成你 执法犯法 以身试法的 这些帮你 医生 知网 知网 什么事 坐嘴 我是来自首的 你说是你家活给王英杰的 是 本来送去法栈科化验的 只有两种证物 但是 我自己偷偷地 拿了王英杰的牟医纤维 还有头发 加进去做证物 我的目的 就是想加一点证据 可以控告他 因为我肯定 是他害死我姐姐跟小棠菜的 志伦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是大错特错 你这样做会害死你自己的 就算王英杰真的是凶手 我们也尊重法治精神 是 念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是他跟天晴叫来自首的 他们怎么知道 是天晴发现多了两样证物 念医生讲得很对 又当代是个执法者 他不会赞成我这么做的 我这次真是做错了 对不起 志伦 我也按照手续落案起诉 坐牢没关系 但是孙子 你不能让王英杰逍遥法外 要不然我姐姐跟小棠菜 他们不会安息 志伦真是太冲动了 要是早知道的话 一定不让他这么做 说来说去 都是王英杰把他害了 年轻人一时冲动 毁了自己的前程 只论这么做 不但帮不了小棠菜方案 反而对王英杰有利 令我们的工作更加困难 我就不信拿他没办法 老大 我们再去搜查一次 你真的认为 英杰是凶手 我们已经确定了 小棠菜的遇害地点 就在王英杰的家里 他没有时间证人 有杀人动机 可是我始终觉得 这案子没这么简单 不应该这么武断 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 凶手有要事尽无杀人 还不是王英杰 你认为是志伦啊 你的前一世 是不想接受英杰 就是杀小棠菜的真正凶手 你这么做 可以减少你的内疚感吗 只如我们两个都知道 是我们害死小棠菜的 是我们把小棠菜 推到凶手的身边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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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